蔡上华他怎麼可以拿這個金鐘 他就是一個讀稿機 我真的沒有看讀稿機 蔡上华入圍金鐘尖重備戰 艾森讀稿機曝露營內幕比臉口還難 金鐘獎功夫的時候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因為其實去年我們也是同樣 這兩個節目去報名 就是去年兩個節目都共鼓嘛 恭喜蔡上华今天兩個節目 全明星攻略全明星運動會 彤彤入圍金鐘 他還特別印了兩張紙 先拿第一張紙寫什麼 恭喜上华入圍兩項金鐘 然後就是下一張他才說 我們準備一起點肥囉 屆時看看哪個地方可以練出一點什麼 就是那個地方 跟誠哥在聊還有我們製作人 然後我們就是說 誠哥你每一個節目都十幾年耶 這次好厲害喔 然後我們就開玩笑說 那全明星攻略我們 我們可能也可以做個十年以上 然後就一路從一個 上华小姐姐變成上华小阿姨 在那邊上华水果奶奶 但辛苦主持卻被三明狂三 上华升七七了 2020年那時候我們拿金鐘的時候 就有一些網友可能就會說 蔡上华他怎麼可以拿這個金鐘 他就是一個讀稿機 我真的沒有看讀稿機 我們的大字報它其實是在旁邊 那如果我要對著鏡頭講話 我就沒有辦法看那個大字報 如果我看了大字報 大家看到我就會從頭到尾看到我的眼睛再往外看 那所以也不可能這樣 所以我得把全部的東西都背起來自己內化 你一集六個來賓 每一個人有九道題目 然後全部一集就有五十四題 那我們又要一天錄完一整個禮拜的份量 我就要背兩三百題 真的是比連考還難背 出到凌晨兩三點 題目才給我 隔天十點就要錄 然後我半夜撐著在那裡背那些題目 一定更早一點的鬧鐘 早上起床再看第二遍 然後我會開始查各種 那個題目裡頭的相關資訊 他也因為這個節目才得以翻身 那時候剛進新聞圈會 記得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薪水兩萬八 扣掉勞健保兩萬六千七之類的 那我評估我當下的狀況可能 我花八千五租了一個兩坪的小房間 在頂樓 遇到颱風天外面在下大雨 我家在下小雨 我的被子都濕的 現在你的收入應該比過去主播的時候 成長非常多吧 多了很多被 我這樣會不會被查睡 進演藝圈這件事情 是一個不安全感很重的工作 現在可能這兩年很好 但你沒有辦法預期 節目就是開開觀觀啊 進演藝圈這三四年了 我一直不安全感重 然後一直在未雨籌繆 才會一直想要做各種的副業 對於自己的人生 還是會希望 就是盡量斜槓 可以多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就加入了新創集公司 貝殼放大 在裡面當創意長 我有參與了很多的集資的專案 那也都會去做一些企業顧問 或是什麼的 像我最近執行的一個案子 就已經破了五千多萬的這個金額 現在斜槓有成 馬上換屋 但總之因為我最近要搬新家 我新家的廚房 是現在廚房的兩三倍 所以呢 我就已經跟朋友約好 我們要去報名那個中餐餅機 跟西餐餅機 你幫新教室也是租了嗎 還是給你買的 我現在租的就是自己買的 然後我最近又買了一個新的 可能再過個三五年吧 對 還是有可能會換